我才是最强底座 打不过T1还打不过你 369一己之力绑架涛博 打崩全队 各姐说点评 涛博彻底被打闷了 369红透了 回去饭都要吃不下去 BO3决胜局 决胜局了 来看看这把常规赛的春绝复刻 登峰组谁能拿到 争这个常规赛的第一 PP了 小奶油飞机 小炮把把谁就不给你玩 竹女的优先级有这么高吗 不是竹妹都不搬吗 竹女小伙这么好 竹队是吗 看得出来是怕的 好 EZ EZ女T最强下路放出来了 我操1OK 8把EZ Ready EZ手光 好用就好用 这两个人真是好用 杰克艾不会三把赛蜡呀 8把给我玩个赛蜡 哥哥又是赛蜡 赛蜡真要被压成吃的 还在左边拿鳄鱼怎么样呀 鲁梅加鳄鱼的上路怎么样 拿鳄鱼杯 拿鳄鱼 拿永恩的话 上中也战斗力很厉害 鳄鱼沙皇 鳄鱼沙皇左边赢 鱼沙皇啊 奶油的沙皇感觉 但是BP这样是赢的 沙皇 沙皇 三把沙皇 奶油 正名之战 这样赢了呀 赢了吗 鱼王怎么想 颜鹊 没错颜鹊也是 这个猪卖颜鹊 听少见 颜鹊还可以 实在不行求过稳吧 这边三位颜鹊还可以 位移确是多了 你哥哥有种就选 德莱文佩利亚塔 好吧 有种吗 他又把旅景布隆搬了 还上了我玩黑枪 就想让哥哥玩黑枪 就想让你玩童王 直接得莱文佩利亚塔 冲 哥哥 别要到罗夫 你继续凯兰 没问题啊 凯兰打恶鱼也是优式 还是凯兰 凯兰大王 嘿嘿嘿 赢了 赢了赢了 赢了赢了赢了 怎么说 还要给你赛拉 杰克他们就笃定 也就玩赛拉呀 你就来把哲力呗 别玩赛拉 我还玩呢 还有 爸爸给我玩个赛拉 让老子 伸一把呀 继续帮六九 继续帮69 因为选择鳄鱼 鳄鱼这个英雄前面也是发动机 也可以 这太团队了杰克 感觉套博的英雄没怎么换过 套博的N拖 套博切 给你打40分钟 就打这个几率型 你没几率型我就赢 你看这个 就只准备了一套好像 把它一模一样 把那个鳄鱼换成杰斯不第一把这种吗 感觉跟第二把也没什么差别 也不是特别大 今天就是要打这个 这个选千绝 疯了 那可能是他想玩就让玩的吗 你觉得 啊 绝活来了 底库来了 绝活呀 挺招牌的这个千绝 但这把千绝感觉不好发挥吧 这英雄打得动呀 打得动左边的 打动千绝更挺好的 而且千绝打猪妹就完全是细耍呀 左边英雄真的是完美英雄我觉得 最完美的阵子 如果让我打分 能打94分 我是不太喜欢三大反正 我是 我也不选三大 自己也不知道 对我自己也不知道 三大的强势器到底要拖到多久 他选了 我肯定不帮下路 先用帮队伍打节奏的 很难啊 要他来帮我们 对 他是需要带队友赢游戏 带队友打节奏的 带着队友玩的 真重要 看好 打团的话 其实我是更看好左边的 但左边阵容完美阵容啊 说实话 除了杰克艾三把塞拉 左边这把阵容绝对是完美阵容 那感觉有了呀 那感觉涛博哥有了呀 啊 你们觉得呢 但是前面对线 右边是赢的啊 对线上面是右边赢的 看BP好像涛博还不错 谁能想到六九哥出大问题了 不敢想象他要面临的压力 说到压力 抗保最近压力也很大 父母总是催着找对象 我就在牵手上面找到了对象 找对象的话就用牵手 不怕提要求 要求越多 推荐的人越准 要看小奶油的沙皇 我跟他前两把沙皇往里一搬 他的沙皇欠缺点那种顶级沙皇的味道 所以就看着没什么感觉 我顶级的沙皇那种推都很屌的 但是小奶油的沙皇就是推 他们喜欢推 杰克 哎 杰克 哎呀 杰克有闪怎么说 交 听不话 OK 但是艾尔克也是交闪 不怕是EA交流 听闪真的艾尔克死了 艾尔克没闪必死无疑了漂亮 又是杰克爱的勾引 伟大 无需多言啊杰克 669 69有头了 鳄鱼吃也行 鳄鱼打优胜 哥哥的诱惑 什么呀 跳到一个E血 EOK没有几率性 你需要Q杀EOK 哇 一级交TP 左手杜炸了 往这里的TP也被打出来了 那前面笑希 三来就是淘伯的大一瓶 三来就是这个武昌一瓶来的好爽啊 艾尔克拿到一瓶回家补了一把长剑 我69这一波很爽啊 是的 他回答一瓶要一个长剑了啊 美珍珍 这把你看左边这几张脸 也确实这鳄鱼拿头一瓶 其他英雄拿头都没用 这把声音很大 感觉换了白色的皮肤 就对位了呀 换皮肤的问题吗 前爵是跳下来的 想闹一下眼 想去弄想去弄 三级弹出温度不好 完了 来了 硬弄 然后后悔 369送了呀这下 369没有异没闪了 蛇呀 弄过硬机 369 但是硬机是猪头的 他硬机飙的猪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啊 这干嘛369 兄弟这个闪现是怎么个 怎么个事啊 不是这个没道理呀 有闪有意这样玩 转过来了转过来了 他叫你杀不掉阿平 我意思是杀不掉 阿平闪都不用讲 369今天这个 心态有问题 上大 他老想弄兵 对 他被拉扯的难受了 你懂吗 他被拉扯的恶心了 然后最后加了个散红弩咬 哇这波兵打的真的好 369 在干什么今天 感觉今天369的状态是真的不好 这个对局鳄鱼是绝对接受不了自己是烈士 哎呦 我进闭吧兄弟 哎呦推着咬了推着 哎呦 AW6还失误了 这样给阿平尽效吧 本来阿平竟然很像飞的 369的八把尽效 玩的臭呀369 真的是八把的尽效 啊 又打不了了 这波线怎么办 玩的有点不好 今天369 不是说有点是特别不好 我操作玩强单独的 我看那个六名男生 怎么一级拿了个一血 五级打三级了 B 没闪没鸡呀 没水银鞋 拿什么打凯南 叫打野叫打野 兄弟都帮一下 哥哥启动 来上路 这波人家要一直被压了 而且补不到刀 杰克来了也没有 上路压力好大 直接把杰克和天全部给安排上来了 但是凯南有闪 杀不掉只能帮他守这波线 阿平的闪都没打出来 最处的 抓都抓不了 难受呢 爆魂了 杰克也不装了 出来了 浪费的时间有点多 帮的等于没帮这波 那这玩什么呢 来出门领钱 你妈四百块 那个369 怎么玩的 是吧 就是坑呀 就是坑呀 被一级被点麻了 感觉上路玩不了了 这回推线 上路咋玩呀 这咋玩呀 哇 他这个损线一辈子出不来了 这什么时候有损线 很难受啊 鳄鱼只能坐牢啊 这玩就坐牢啊 这真的 牢底座穿了 哥们儿没踢的还 是的 没事狗住 欧伯哥今天主旋律就是狗住 这里知道你没TP了 这些大招推 玩的是啥 二三六九 太差了 玩的不好 玩了吃不了线 怎么办呀 沙皇能不能踢上来 奥恩踢上来吃 奥恩踢上去吃线 奥恩踢上去吃线 能这么专业吗 玩的 肯定还是玩不了 你奥恩把这锅线吃了 他个鱼都玩着 奥恩 奥恩直接扛倒 奥恩有意吗 有死 啊 就杀了 他这样还玩什么呢 哇这波坎南都没大了 就杀了 三处害人 老九啊 什么状况啊 拿了个衣血上线对线 被打晕了吗 这我真没话讲啊 有点这个黑洞了你知道 顶级黑洞啊 上路变黑洞了 对 兄弟们轮翻过来帮 然后帮了还得死 谁来东西 什么死 死了还得 你回来还得被压 对 顶级黑洞 炸了 大猎 有点难送 完了这个上路的口子被 放得有点大了 完了小奶油迷路了 小奶油 拆迁走沿途 哎呦好险 哎呦我说实话 他这个W跟Q一起用 用完之后不就没办法飘移了吗 上路这里 这上路玩不了了呀 玩不了上路 上路咋玩啊 八级打六级 压得整整两级的经验啊 九分钟 三层渡城没了 鳄鱼一直没办法发育 怎么办 这上路好像塔下站不住 369把法坑啊 现在是 你带走的 你搞什么了呢 369真是把法坑啊 我本来以为 杰斯是他的极限了 我就说句实话 你这把 你现在让兵下号 我上去玩都能玩 好吧 在这儿了吗 已经在这儿了吗 我的 QQ兵 369 自闭草虫 自闭着 好可怜 爱将的 爱将的受苦日啊 本来想的是 生日庆祝一下的 没想到再受苦 冬魂 6级拿9级了 小奶油上波交过伞了 这波在挡留下一级的位置 先推走 再撒死战争 还是晕了一下 沿途 没减速啦 回避也干啦 顶部前面压力了 套伯哥 这个队容 是吧 那把哥哥又是个赛纳呀 那怎么这样 不记得呗 后期 还有后期 不要绝望 要先相信 啊 被抬到了 没有闪的杰克 完了 要被K王单吃了 单吃了 怎么个事儿啊 K皇 怎么是个老鹰逼啦 K皇 我玩的这么溜的吗 K皇 我害他 这我说实话 上路彻底把拳队打动了 我真没法洗了 主要还拿了个医血 这真有点做不过去了 连妹狗都被绑架到上路来了 咱还把自己保死了 哇 手手这样不停了 手手要读书了 手手要读书了 严肃起来了 不问是说要读书去吧 左手要二连MVT 他要成决志 他打不过T王 打不过你 啊 奥恩的带队 反应好骂 第一次没走 肥好骂死了 又死了呀 369 还叫TP救嘛 你叫过来一起保 你保我也保 那这波还行 39这波勾引还不出 冰也没大 冰 近爪给了个大招 冰还有闪 看怎么操作 闪压还壮阳了 39 咯 他369急了一下 脚好像没咬到 我爸被带走了 没事 39还是成功的勾引手 左手来了 左手很棒 左手这个时候 左手抬怎么抬 这个残局Light已经无敌了一个红尺了 我操弹 我操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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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 哇 Light好稳啊 这个弹 留到最后才弹 没有Damage 没有Damage 这边只能被G的大淘宝 这把炎鹊来了呀 抵住王者 最硬的底盘 他的底盘 在IQ回来这底盘有点硬的 左手 黄金右脚我操 何以可得天下 三六九 爆炸了 爆竹齿化 得收 我感觉这把这个汁得收 我觉得三六九心态不太对了 这把 积极恶意 一选完真真屌呀 真有理的 六九 左右手不会回去都开始了吧 左右手 他回家还出了个提阿玛特 他提阿玛特怎么出得出来呀 那不是 那一句 他硬帮啊 真的要救吗 真的一定要救吗 全都是N来的 N来呀 我操 涛博太想生意情义了 硬帮 今天必须得把项目给弄了 对 收真了 感觉涛博应该是 搁几个还能玩吧 搁几个还能玩吧 玩不了是吧 下班吧 不ag吧 下班吧 谁叫我换白色对付的 是谁 站出来 不应该换白色的呀 你们 你们 哎 老婆也难受啊 出不了野区 出不了河道 攻击火航又是一级 哎呦 十八分钟六出 无法想生 哎 这里欧温 拿得我四大借空 全部砸到空气上面 我划过来想看 冰要来了 天雷金长 天闪现多位置好坏啊 冰 风处揭开的后路 不让你叫闪现 没办法 我的天哪 节奏太快了 节奏太快了 来不及反应 哎 这里是太老了 真没招啊 但最不知道自己在游戏里干啥的是主 阿比鳄鱼还迷茫 鳄鱼还可以反思一下自己 到底为什么变成这样 但是猪女是 连想都想不了 就她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是干啥的 我觉得69也是晕的 对 其实她状态就是晕的 是把鳄鱼如果跟凯南五开的话 还是逃不得这种厉害我觉得 只不过上路出大问题了 这种级别的比赛 有一个人出大问题了 就感觉很难赢 主要是她这个大问题出得太大了 给自己人玩没了 就到点了呀 哥们差不多了 369死了 369我直接等死了 又是你吗369 大招先电晕 眼圈先补输出 沿途都不及得下 感觉这种时候交个大都浪费 他又死了 对呀就死了得了 这王座里很稳 搞了一本 搞了个护臂又搞了 搞了一本书 读书加护臂 能无能无 他这么稳啊 你叫初中亚 不至于吧 左手出完杀人书之后 就很有几率 他读书之后他多了个指挥在里面 你看他嘴巴硬在叫 围到我打 我开始指挥说明 技力性来了呀 他不是杀人说不敢指挥 没有指挥权 他的为了S再预热了呀小吃 S再之前对吧 稍微打得轻松点 放松点 你这个位置想干嘛 稍微偷 哎沙皇这个位置 完了完了 啊 完了 沙皇没了就成功了 这边又踢了上路来 直接不讲道理了 这个TP也是没什么道理 狂啊 眼里没你 也但是杰克艾来了 杰克艾 杰克能不能做到 一定要把阿兵弄了 阿兵选这下没有几率性 阿兵 阿兵这下没几率性 不该不该 阿兵真不应该 但是自己要跑了 大蓝零头各自飞 369TP 那我就杀杰克 369败了 那就二死了 你要死啊 死透了 鳄鱼倒是TP走了 杰克死了 这TP 那不过这样又缩造了一个打大龙的机会 大龙应该有危险 369没踢的 正面只有两只怎么守龙啊 啊我只要这几兄弟都没伤害啊 对两头猪 两头猪没用 三头猪 三头猪走一起了 哦小奶油TP 看这个大飘的怎么样 还是慢慢戳 慢慢戳 那就有点难戳了 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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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黄猪 哎呦 这不杀黄伤害还行 杀黄有伤害的 戳出一个闪下来 慢慢戳还是有伤害 杀黄伤害还是很可观的 全是残血 没用啊小姐 全是残血 高不三头猪往前整 这不奶油杀完了 你找三头猪保自己命 没用啊现在 我完全没有一个往前顶的 又打大龙 再打大龙 庞六回起来了 杰克拉夫在为了解魂大 杰克拉夫 你这杀黄这么不在啊 你来打什么呢 我问问你啊陶婆 大哥不在 右盘 在你来这里干嘛呢 我今天问问你 我真的像人机啊 他为了捡那个活啊 是捡魂吧 是捡魂 他莫名其妙的 走到那个龙坑 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然后左手有点吊 闪现直接凯不留前面 闪现直接凯到了 几秒 变成左手的输养分 有点变态了 真别给杰克拉夫玩这个了 真不如点了 我说实话 这把比赛放老头被训练赛 不他妈炒个三天三夜 都炒不完呢 对了 捉六熊 开大招斩路技 二打五 二打五 来吧 二打五 沙皇有奇迹的C 哪 啊 这啥意思呢 不知道 他晕了他有点晕 对 他有点晕 没有一点奇迹 合余有大了 想操作 想当英雄 有机会 选手已经被打 啊 f 这奶油怎么说 要不站着死 这啥意思 两个人没惩戒过来干什么呢 没蓝了 没开出来吧 他俩都有点晕了 这是什么玩法 我被打轰了 大家觉得真晕了 感觉哥俩 哥俩这个卧龙奉锁 哈哈哈哈 幽默了 这包主要有点 有点习感了感觉 被打麻了这玩意 打崩了呀 我操九层印记的天觉 明教号看到这波赚麻了 直接把手里泡面一扔 直接点外卖了 然后来了 军姐姐又有个赚 好爽 内战王 哥哥啊 哥哥的位置 杰克没有闪现啊 被抬到就是死 我操送的真的快 完了 哥哥的杀娜 有不好赢游戏了 他是伟大 因为只把杀娜这样搞 本来就输了 杀娜直接过分了 他这样站出来 给分担一点 他这样就真的分担了 因为本来是杀娜独坑的局啊 对吧 要被骂烂的 买的手太重了呀 再跳多数了 25了满了一定 而且有中亚扎大天使 一辈子死了 急了要被一波了 耶 到这边 没机会啊 这温人就顶在最前面啊 给我开个大啊 插游 好给我开个大 有大呀 好绝望啊 插游是死了 但是没用啊 没有没有 优势太大 打不了 伤害太高了 我猜真的 韬伯只能用烂刀流龙来形容 韬伯应该闷了 卧槽开始了开始了 下面叫起来了 纪律线只差他 怎么又每次就是 那个快赢的时候都会这个嗷嗷的呢 什么情况 欢呼 这是欢呼吗 什么要掠拳 掠拳掠拳掠拳 不虐是不可能的 我这把反而不虐了 那韬伯 虽然在自由杯表现的是 比bog来得更好 走得更远 走到了亚军 但回到了夏天 LPO 在常规赛里 依旧是以1比2 拷败给了bog 让我们恭喜 bdbd 恭喜bog 恭喜给王 没关系 bog也有爱将 谁叫我换白色的衣服的 是谁 是你们 是你们 都怪你们 都是你们的问题 我这么打闷了 五个人基本上 没有一点笑容 也就一个字 闷啊 我可以说六九这把好痛 这把红红的 六九打完回去 要花魂 绝对饭都吃不下了 三六冰冰火了 突然 去年当了安兵 当了三十九的梦火 还回来了呀三六九 心不后了 还是有实力 主队还是有实力 已经激情了 你看左手手心中走了 京东那个梦火没人聊了 六九哥啊 只能说哀其不幸 目其不争 沙特杯成为牺牲位 还挺心疼 回联赛上来三把上路倾斜 结果这灾难级的表现 真对不起他的战术地位 涛博哥们啊 还是乖乖当第二底座吧 最后多视角的激情解说 大伙喜欢这种剪辑方式 点个赞支持一下呀